欢迎回到台湾新思路 这一集趋势超部署单元 我们要带您看一看娱乐新革命 让电影院不再只是电影院 台湾正式宣告进入5G时代 而5G普及了之后 将会解决网路延迟的问题 替各个产业带来变革 而结合了VR技术之后 将会替游戏产业带来全新的体验 有了5G的加持 未来玩这样的VR游戏会更流畅 目前台湾的游戏产值 大约是500到600亿元 一年之后游戏会成长到800亿元 根据美国研调机构统计显示 全球的VR市场将在2024年 成长到650亿美元 你真的想知道吗 奥斯卡奖大导演 克里斯多福诺兰 最新作品天能 原本7月上映 但疫情影响 上映时间延到8月 我父亲不可以战斗 所以我会把他的位置 还有迪士尼动画改编 画木兰一波三折 从原本的3月上映 一路一言再言 玩命关头最新续集 原本计划今年5月跟大家见面 如今上映日期直接往后延一年 好莱坞电影7月暑假 成为有史以来最惨档期 几乎可以用全空来形容 疫情重创全球影业 站在第一线的电影院 首当其冲 四大连锁影城受到的冲击不小 疫情期间票房惨跌八成以上 创下2003年以来的新低纪录 好莱坞电影上映时间一直往后演 片子少又进入暑假旺季 让业者一个头两个大 每一次改档就是一连串的 全部要重来 就是一直不断在这个回圈里面 所以我们已经从6月中到现在 因为暑假的关系 就像你刚刚提到暑假大档 大片大档的变化 就是搞得大家人要麻烦的 不能坐以待毙 得想办法 找新出路 我们现在来到电影院 一场疫情改变了电影院的生态 你好 我要一张电影票 谢谢 像这样子排队 买票看电影的日常 做出了激烈的改变 以电影院来说 他们的来客数 就锐减了九成以上 为了自救 电影院现在也找新出路 点开影城官网 虚拟电影院可以选择十部新片 其中出现昆林最新电影《天火》 还有含片《遇见你》等等 片单偏向小众或是艺术电影 虽然知名度没办法跟院线大片相比 但实体戏院结合虚拟平台的模式 带给电影院意想不到的收获 大型商业片当然还是院线比较好 可是如果说像比较一些小众的电影 或一些比较分众的电影 其实有一些在虚拟电影院上的收入 甚至是超过实际上在票房的收入 当初本来一开始是想说先止血的 就没想到开发出一条新男孩 业者坦言 即使疫情过后 虚拟电影院的趋势恐怕也挡不住 过去传统戏院和影音平台互抢观众 现在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其实这股虚拟电影院的风潮 是从国外吹来 美国有电影发行商和艺术电影院合作 短短一个半月 票房达到一千两百万台币 平均每星期卖出六千张虚拟电影票 收入用五五分账模式 撑住就有希望 另一家连锁大型影城 则是翻转了传统看电影的方式 电影院找新出路 他们导入了新的观影模式 用互动式电影 透过手机的APP 就可以选择剧情的走向 简单来说 剧情怎么走 由你来决定 看电影前先下载好专属APP 观众们就能跟电影连线 在停车场担任晚班的大学生 意外卷入一场拍卖会的 大型窃盗案中 大萤幕会出现选项 这时会有五秒钟让你做选择 电影会根据全场观众多数的选择 让剧情呈现不同走向 共有180个二选一的问题 会出现七种不同的结果 它结局蛮多的 可能有一些结局是我们没体验到 可以看第二次 蛮特别的体验 因为第一次有这种互动式的方式 疫情的期间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风格 那希望观众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素材 而且北部的一个满座率 一直是相当高 互动式电影吸引喜欢尝试新东西的观众 电影院更强调体验和观影的氛围 在我们漫台开始之前 为什么突然开始模仿电影开头的狮子 小蜜蜜 小蜜蜜 手机请关机 或者挑战阵 不要抱抱歪秀宝宝 我们这种是属于日式慢财 跟短剧的形式 然后觉得蛮新鲜蛮有趣的 是一个不太需要在电影院里面做布景 或者是什么很复杂的换装 我们大概90分钟里面会有六小段 那每一段都是独立的篇章 所以会让观众 哪怕是晚入场的观众 都能够很容易就进入 这人表演直接搬到电影院的现场 让舞台表演不再高不可攀 透过这样的合作方案 巡回全台六个县市 共四千张票 二十八场全部完售 现在也在致力推动 他们自己电影院 跟那种艺文的相关活动的结合 毕竟现在电影 就是比较少新片来上映 那就可以结合这个现场演出 电影院不只化身成 舞台剧的表演场地 善用电影院声光效果的优势 独家播映韩国天团 防弹少年团的演唱会 吸引了一票死忠铁粉 买票进场 跟其他粉丝一起看 偶像演唱会更过瘾 借着粉丝经济学也交出亮眼的票房成绩单 影厅的活化这件任务来说 我们其实是做了蛮多的尝试的 那也都是希望说观众 未来可以把电影院 它并不只是一个电影院的角色 它更可以是一个活化 室内娱乐展演空间的可能性 一场疫情让观影模式出现巨大的改变 电影院趁机转型 未来不再只是看电影的地方 娱乐心得命后出现无限可能